保林茶室新一A13分店爆发食物中毒事件 但是两张保单早已过期 北市法务局进一步的追查发现 保林其他三家分店包含饶河店、台北车站馆 还有复兴店同样欠缴保费被注销 台北市长蒋湾今天就宣布 除了中罚A13分店200万 其他三家分店将会采一案一罚 每家最重可开罚至300万 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已造成两死 还有多人人在加护病房 但出事的新一A13分店 公共意外责任险、产品责任险 两张保单都已过期 台北市府追查后更发现 保林其他三家分店同样欠缴保费被注销 让蒋市长也火了 对于A13重罚200万 那另外现在发现包括饶河、北车以及复兴 也一样我们一定会依法开罚 除了新一A13市府重罚200万 其他饶河、北车等分店也将一案一罚 每间最重也可开罚到300万 后续将评估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恐慌 作为裁罚标准 也要求负责任李仿轩下周提交负债表 我们对他的资产 并且没有什么期待 原则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透过保险 来安抚大家的民心 就怕业者脱产、家属、求偿、无门 北市迅速掌握 幸好远东新一A13投保的国泰产险 有涵盖保龄营业行为 保单目前粗估有数亿元 但二房东大师在广场投保的 新安东京产险 随身民事物中毒会理赔 人招待不清 新安东京的态度跟讯息都很混乱 到底会不会包含保龄的营业行为 还是以明天最后面的会议内容为主 整个保障的额度就会增加 不过若像饶河店 就可能出现保险真空 幸好目前通报案例情况不严重 北市府寄铁腕 违法该负责的保龄一个都别想逃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